欢迎收看 《谈古论经》 画中医 全球趋向于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很担心家中的长辈 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骨质疏松被称为隐形的杀手 我们要在平常如何去保健 而且保护我们的骨本呢 今天就要与大家来分享 很高兴邀请到 全昌堂中医院的院长 徐慧英中医师来到我们现场 徐中医师您好 您好 中医师我想问一下 一般我们都以为是 骨质疏松是应该是 老年人的一个退化的一个情况 那在临床上年轻人也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 会 也会吗 是 比如说某些疾病 或者是长期的服用某些药物 都有可能造成 是 那骨质疏松这个疾病呢 说起来还挺麻烦的 因为一般人好像不会发现是不是 对 除非去照那个什么骨质密度 才有可能知道 对 做骨密度检查 那很多人呢 他一开始他可能只是觉得他腰痠背痛 腰痠背痛是骨质疏松的症状 那种他只能讲说他是其中的一个症状 OK 比如说腰痠 腰无力 那很多年轻人 他可能服用了某些的东西 我们比如说抽烟的人 抽烟的人比较容易骨质疏松 长期抽烟也会骨质疏松 或者是你吃一些降压的药 比如说像乳癌 他可能吃一些抑制哈尔蒙的药 那他还会倒置 民国81年的时候呢 我做骨质疏松的研究的时候 那有个31岁的女性 我们发现他的骨密度 我们去测 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普遍的筛检 就是只要你有腰痠 那我就给你去做这个双光子的测试 那双光子一测呢 想奇怪怎么会31岁 因为呢 第一个他月经不正常 表示他的哈尔蒙不正常了 再一方面呢 因为他承担了一个很大的 就是工作压力 因为他自己开了一个幼稚园 那你民国80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幼稚园还不算难开 但是因为他开的地点不好 很多的幼稚园相形竞争之下 招生不易 那你请了老师招生不易 压力就大 其实压力太大 也会造成骨质疏松 这么严重啊 对 所以您刚刚是说 只要有腰痠的人 你都去让他测这个 测试 然后我们就找出一部分的案例 所以腰痠 确定是他的其中一个症状 他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症状而已 那什么样的职业 你说压力大的人容易有骨质疏松 那还有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有 更年期的妇女吗 应该是说他有高危险情 那我们怎么去筛检高有危险情 第一个呢 更年期 那更年期的头五年 我们会流失20%的股本 这么多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股密度的高峰期 是在35岁 所以35岁之后慢慢下降是吗 35岁这是一个平台期 一直到你更年期的时候 它会往下降 那么在头五年要下降20% 所以你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你懂得去保持股本 保持股本怎么保呢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 荷尔蒙很旺盛 那你应该多含钙的食物 那么这个时候吃是有效的 就是35岁到你的更年期之间 对 这个时候你吃 钙比较多的食物是有效的 那么你一旦到了更年期 你的荷尔蒙已经下降了 你吃了钙 其实也不一定就留得住 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在慢慢消失中 所以你可能只是补一点点 但是不能去弥补它消失的一个速度吗 是 第二个呢就是年龄老化 所以大家要知道 骨质疏松不是女人的专病 男生也是 男生也是 你看看 有一张图就是说 人呢出生的时候是四只脚走 对不对 用爬的 年轻的时候用两只脚 老了要用三只脚 走不动有拐杖 要有拐杖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你只要年龄大了 你用拐杖的机力都会增高 那么我们的骨头呢 我们的骨的密度 里边主要的是一些矿物质 还有钙 不只是钙的问题 那这就好像我们房子的干净水泥 那它的流失不是 今天这样明天不见了 它是渐渐渐渐渐渐渐的 所以呢它是无声无息 是 很多人都是在 你跌倒的时候 我们手撑地 这个手腕的顽骨 骨裂开了 骨裂开了 或断了 你才发现 所以人家讲的 这个四五十岁的时候 你如果跌倒了 那你的骨腕 这就是你骨密度有问题了 那么到年纪更大的时候 可能你在浴室或什么 不小心滑一跤 啪哒 大腿骨 大腿骨就容易断掉 那么 等到你这样才发现的时候 手腕还好哦 因为手腕你固定了 石膏固定了 你还可以 一个手还可以工作 或者两个手都有问题 你还是可以讲话 自己还是 了不起人家喂你吃饭 可是当你的 腿骨 腿骨的时候不得了了 你要一个人服侍你 所以不但你不能工作 还得要一个人服侍你 它的医疗成本是很高的 是是是 所以一般我们发现 通常都像医师说的 就是不小心可能摔倒了 发现怎么裂开了 才知道说骨质已经疏松了 对 所以在民国98年左右的时候呢 世界卫生组织呢 就提示大家要重视这个问题 要重视这个问题 要重视所以世界各国 大家都在注意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台湾这几年 我们也吵得比较热 也比较注重骨密度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检查 像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是 超音波 测量我们的脚踝 为什么会测脚踝啊 因为它常常是在这个 我们讲的有方便嘛 它容易去查 那么其实最好的呢 是双光子 双光子是人躺着 然后呢从腰部去测试 你的腰椎 就是测我们的龙骨是吗 对对对对 所以年龄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遗传 骨质密度也会有遗传影响 这个就好像老天爷赐给你 原来给你多少 那么你到了更年期以后 男性的更年期也罢 女性的更年期也罢 更年期以后 你的骨流失量会大 女的比男的更厉害 男的是斜坡壮 女的是溜滑梯 所以呢 这个年龄我们得注意 遗传就是天生给你多少骨质 所以如果天生的话 应该从年轻就会发现 对不对 还是说还是一样生老年之后 才会发现其实就是看你有没有注意了 如果说我年轻的时候 但是我吃了很多钙质啊 矿物质的食物的话 那你的状况就会好一点 我们常常讲这个小姐呢 她能长什么样子 她是否丰刃 是否美丽 跟遗传都会有关系 那这也是一样 这个疾病也是跟遗传有关系 除了这样以外呢 还有人得了一些 比如说疾病 像代谢性的疾病 比如说甲大腺剂能抗净啦 糖尿病啦 是 这些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它都会使我们的骨密度降低 是是 当然还有一些呢 是药物引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吃高血压的药 那或者是有高血压的药里边 有的含有利尿的作用 那么我们的钙质呢 也是比较容易流失的 那这样听起来 年纪大老人家 现在高血压的人患者也很多 那他们同时 如果又吃这高血压的药 又不得不吃 那又担心 因为已经年纪大了 那他的骨质也慢慢的疏松 所以这样要调和 其实还是要蛮注意的 对 所以你必须要去补充啊 是是是 虽然说补充的效果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身上的钙呢 是可以被重复使用 有一部分的钙是可以被重复使用 其实大家也不用那么恐慌 就是我们平常银的自来水里面 也都含有钙 自来水里面 对 也有少量的钙 因为自来水里面有矿物质 没错 但它里面也含有钙啊 是 所以多喝水是有这样的好处在里面 还有鱼啊 你如果把鱼炸的酥酥的 然后你把骨头啃一看 那个也是钙啊 鱼骨除了那个大骨汤之外 小鱼骨也是很有钙质 对 像那种小鱼嘛 或者是你把那个鱼旁边有刺啊 然后我们把它炸酥啊 都可以啊 比如说糖醋鱼 那么就是也很好嘛 是 这些对我们都会有帮助 是 那观众朋友 我们了解了哪些是高危险群 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与大家分享 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去保健 除了刚刚徐医师跟我们讲的 这几类人比较容易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之外 印象中我好像记得好像抽烟喝酒也容易比较骨质疏松是不是 是 这是生活习惯不好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他老夜生活 喜欢抽烟的人 喜欢喝酒的人 这些他也容易骨质疏松 另外呢 其实还有一部分的人呢 比如说他运动少 我们的骨头呢是越用越猛 就是要经常去使用它 锻炼它就对 你如果不去锻炼它的话 因为他觉得我不需要这么强壮 所以他骨质比较容易流失 所以有运动是好的 再一个呢 最重要的就是阳光 要常常晒太阳 这不是产生维生素 维他命D 然后才能让我们的钙的吸收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部分的人呢 是他骨骼失用 失用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他骨折了 那骨折了以后 那你是不是上食膏 所以你就不用 或者是你常常卧床 那你不去使用这个骨头 不去负重 所以适度的负重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我以为负重是跟肌肉有关的 当然跟肌肉有关 不过跟骨头一样也有关系 是 所以如果是这样要预防这些骨质疏松的话 像医师您是怎么样保养 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 吃什么东西啊 然后来保持骨本的呢 通常呢我们会建议 在你的骨密度的高峰期的这段时间 就35岁 对35岁 就表示呢 35岁一直到你停经的这段时间 表示你是有能力把钙吸收 keep住的人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要懂得 你要好好的去吸收 所以平常就是多吃有含钙的一些食物 像您刚刚说的小鱼干啊 骨头啦 那大骨汤啦之类的这样嘛 可是我们也不可能天天都吃喝这些东西啊 应该是鱼 这是很容易的 大骨汤应该也是很容易的 其实重点就是 你不是一次吃很多 而是细水长流 就经常性的要去补充就对了 对对对 还有你要经常性的运动 是是 比如说你的生活工作关系 让你日晒的时间少 那你就要记得礼拜六礼拜天 不要睡觉 你要出去 尤其是朝阳 早上的太阳 那是非常好的 是有时候病人就会说 哎呀怎么可能 我说请问 我让你去晒太阳 我有什么好处 我说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少来看我 不用花钱 对不对 就是你要出去太阳稍微晒一下 是非常重要 如果是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有生病或什么 你不可能出去走或是你的环境因素 那我们也会建议你在窗户旁边晒太阳 哦对冬天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太阳晒背超级舒服的 有很多人呢他们总认为说 有啊我也都有运动 你做什么运动 我用跑步机 哦在家跑步机不行 没有接触到阳光不行 啊对了对了对了 他应当要去接受阳光 所以晚上去运动的人也不好咯 就是很多人现在因为很忙嘛 就想说我下班去公园散步啊走走啊跑慢跑一下 那没阳光啊 所以不行 所以还是建议把它找起然后晨跑一下 对对对对 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一个谷的观念 因为肾足谷 所以我们在保护谷密度或者是在见谷方面 我们都会从肾着手 哦肾气让它充足一点 对 然后因为色黑者补肾 嗯 色黑者入肾 所以我们会建议多吃黑色的食物 哦所以您今天要介绍这一个是一个粥的一个组成吗 对我们有纸米啊 然后有黑芝麻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甜食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把黑木耳扎碎了放进去 加点黑枣 黑枣 芝麻需要把它捣碎吗 对一定要磨碎 一定要磨碎 任何的种类啊 当然你如果花生的话 你不可能一口把它吞下去 你一定会阻绝 像这种小小的芝麻 你一定要把它磨了 所以芝麻糊很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是我们的纸米要比较多吗 还是说当然了你纸米是主要的吧 所以肯定我们的量会比较多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你纸米就有一杯了 黑枣 黑枣 实例的话黑芝麻有一钱就够了 这么少 因为黑芝麻太多你吃了会拉肚子 哦 有这样 那芝麻糊的量是OK的吗 一碗 那可以 因为那里边不只是芝麻 其实黑芝麻可以有很多的吃法 其实老人家多吃黑芝麻是对他们很好 很好 补肾气 补肾气 而且肚头也很好 通便 对您刚才说量多了会划长 对 所以你吃的量的多寡 可以看着你的肠 你的消化状态 因为老人家血哭 就是血量不足了 那老人家比较 你会看到他可能脸色比较苍黄 大部分那个就是有一点贫血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造血也是骨头的事情 肾足骨嘛 肾也造血 所以补肾在一个一定的年龄以上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不过我们如果我们木耳 可不可以用白木耳代替 就没有黑木耳的效益了吗 对 它的意义是不同的 白色木耳主要是走肺 这个就走肾 然后走血管 所以我们是要买这种干木耳 对不对 新鲜的是不宜的吗 一样啊 也可以啊 也有一种白毛的 对对对 就是市场毛的 市场看到那个新鲜的 那个也可以就对 所以我们不见得要买干货就对 不一定 OK 展示当然这样子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 医师您在煮的过程当中要煮的比较好吃的话 会不会像要先把这个紫米先煮过一次 然后再加这些 因为紫米有时候比较硬 虽然它有时候泡了之后 泡了以后煮就可以了 你如果喜欢吃咸呢 你可以加点肉末 就味道就会更好 是 所以我们这个呢 紫米粥呢 是对老人家 还有对我们盛气都是很好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啊 可能也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现在开始保养 那这个呢 是一个平常我们做也很方便的一道食材 希望大家平常呢 也可以在家里亲自的做做看 我们先休息一会 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芝麻紫米粥之外 还有哪些食物是对于我们的骨质有帮助的 请徐医师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黑米啊 还有黑芝麻 黑芝麻 这个都非常好 以外呢 因为当然它除了补肾 那我们讲肾足骨 另外呢 像这种木耳 白木耳 黑木耳 它因为含有胶原蛋白 所以对于骨胶原 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白木耳除了对肺很好 它的胶原蛋白 对骨的骨胶原也是很好的 对 尤其是女性朋友 有了年纪以后 它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皮肤松弛吗 皮肤松弛啊 有皱纹 所以对于这种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是是是 那么像白木耳黑木耳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维生素 另外呢 像蛋黄 可是蛋黄一般人不是那个高胆固醇 都很避免吃蛋黄吗 是啊 所以就是说你适量的去使用 你 当然我们不是刚刚讲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们讲的植米粥 你也不可能天天去吃它 像这样适量的去摄取 偶尔你吃一点蛋黄补充 还有小虾米 尤其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食物 櫻花勾吻虾是不是 对台湾那个南部的那个东港樱花虾 做的像小虾米那样 对 那个它基本上就是小虾米 你可以整个吃 那我们做开阳白菜那个虾米是OK的吗 一样的 也是OK的 不过我们开阳白菜那个虾米是剥壳的 对 所以那个 其实主要的盖子的成分是在壳 原来是这样子 那除了吃了这些食物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骨本之外 那如果我们平常觉得说 我除了腰酸这个症状之外 如果我要怎么样去发现 我自己是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而去检查呢 基本上我们从两个角度去看 一个就是说 我现在到底我的骨质是多少 我的骨密度是多少 那现在比较被认同的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双光子 现在一次检查大概是600块吧 在各大医院里面 比如说你有去看诊或者是加一科 你都可以要求自肥就可以做了 那么还有一种检查 刚才我们提到的用超音波 那种大部分都是service免费的一种测试 但是那个精准度是不够的 基本上要以双光子为主 如果说你是照了X光以后 发现你的骨密度有问题 那已经太慢了 真的吗 是 另外还有一种检查 就是它可以去算出 你现在骨质的流失是如何 这么先进啊 是 而且那个是用早上第二泡的尿 不用人去躺在那里这样扫描 对对对 你只要早上第二泡的尿 去做检查 你就可以知道 你现在流失的树力 它是可以算的 所以其实尿液的准确度也是够高的 对它是算你现在正在流失的速度 但是它不能告诉你说你的密度 你现在有多少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一个是算你的财产 一个是算你日流出多少 开销多少 所以这是两码事 但是这两个都非常有意义 所以您刚刚说X光照已经来不及 为什么 X光照到说你骨质疏松 那已经是很厉害了 所以它才能够被X光线照射到 我认为人不只注重说三点不漏的检查 你是不是癌症的筛检 其实人活在世界上 要活得比较自在 自己能吃能喝 冷大沙碎 还有自己能活动 如果你步步得依靠人 就比较辛苦了 因为其实很多很多的老人家 就是因为这一滑 就可能永远就 对 起不了床 因为它骨头会断 就是因为它骨质疏松 因为骨质疏松 所以它打上钢板的时候 它只要一动 它就因为骨质太松了 所以啪又裂开了 那你永远接不好 你起不了床 你说当有一个人 没有办法起床的时候 一个人照顾够吗 不够 大概有两个到三个 所以它的社会成本太高了 这也就是 我觉得骨质疏松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今天谢谢徐医师 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就是徐医师的看诊经历当中 也针对他的经验 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建议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能两三年 也去检查一下 我们自己的骨质 那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